圣经三分钟 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熟悲主导文 主导文当中有一句话 也是我们常常放在嘴边的 就是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对不对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等等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在说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是在讲这句话 你是不是真的在心里面想说 愿你的国降临 那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开玩笑 不是的 其实我自己必须问我自己 我是个传道人 我是个牧师对不对 我平时是不是真的做的一切的事情 想的一切的事情 思考的一切的问题 都是为了迎接上帝你的国度降临呢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发现其多时候很多时候不是这样 我实际上或者我们常常在想的是 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得到更大的成就 以至于我们自己的心愿可以得到更大的满足 不是吗 今天在我面前的这四五位我跟我一起拍片的同工们 你们是不是这样 我相信你们每天都会说 主啊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国降临 但是实际上真的让这个国降临的时候 你可能很多时候说 主啊 有些事情我还没有做完 你等等再来吧 不是这样吗 今天很多时候我扪心质问 我可能更希望的事情是把我的薪水涨高一点 把我的职位升得再高一点 把我的权力弄得再大一点 我今天已经牧养了一千到一千五百人的教会 但是主啊 你让我在三年后可以牧养三万人的教会 我的这个年度的budget现在是两千万 主啊 你让我明年我可以有四千万的budget 让我可以做更大的伟大的圣工 好像是为了迎接主啊 你的旨意 你的国度 但实际上我发现可能还是在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加伟大 所以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在想 主啊 你让我来领导我的带领人 因为我比我的带领人更适合来牧养这个mega church 更适合来带领这个大教会 来做更伟大的善工 是这样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在观看这些这集的节目的时候 我希望你跟我一同去思考 就是什么才是真正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国度的降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当我们完成了 我们自己所想做的一切的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项目 一切的娱乐之后 主啊 你再来吧 或者你的旨意再降临吧 或者你的国度再降临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的祷告应该改成是说 主啊 愿我的旨意成就 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也愿我的国度降临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一同念这段圣经 一起念主导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一同需要在主面前反显我们自己 不是吗 我会所思考的 你们有什么事 地下来 感谢观看